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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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淹没在了波绝云归的斗争中 直到王敦的叛乱被平复后 司马皇族才重启了 对迅国功臣的封赏 对张脉施以了隆重的刺葬 于是时隔几十年之后 张脉和妻妾们的灵鹫 被重新迁到了建康城 也就是今天的南京安藏 由于张脉家族是抢救型考古发掘 墓葬周围仍旧住址着大片的茶园 所以发掘结束后 考古队员们并没有再勘探 墓葬周边的环境 时隔一年之后 茶园即将改为建筑用地 按照土地的开发流程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 对整座后头山进行了全面的考古探勘 结果勘探出数十座墓葬 而引起专家们特别注意的 则是M7墓葬 专家们发现 这一座砖式墓M7 位于张脉家族墓的西南侧 距离墓葬M1仅有五六米的距离 它同样是一座凸字形的单式墓 且排列方向和张脉家族墓基本一致 距离如此之近 形质如此相似 且排列方向基本相同 这都意味着M7和张脉家族墓 有着紧密的关联 那么M7的墓主人到底是谁呢 他是张脉家族的成员吗 随着土层的揭开 M7墓葬的真相 也距离我们越来越近 当墓顶暴露在考古队员们面前的时候 他们发现 上面已经有了两个明显的倒洞 墓葬被盗 意味着随葬品很可能所剩无几 但这并没有影响到 考古队员们的探索热情 他们很快对M7墓葬展开深度发掘 在考古队员们深入清理墓室的过程中 专家们仔细研究了 这座墓葬的墓砖 它们长约30厘米 宽15厘米 厚4厘米 表面压映着麻布纹 通过比对 专家们发现 M7墓葬所使用的墓砖 无论大小还是纹饰 都和M2 M3 M4墓葬相同 7号墓和 2号墓到4号墓的墓砖相同 表明它们同属一个时代 结合它们发掘的位置相近 我们可以推断出 7号墓是张脉家族墓中的一员 专家们认为 时隔一年后才发现的墓葬M7 其实同属于张脉家族墓的序列 而M7墓葬的墓主人会是张脉家族的什么成员呢 它和张脉又是什么关系呢 在古代的墓地中 墓葬的排列方式和位置 基本都会遵循固定的宗法制度 这就是招募制度 按照招募制度 专家们初步推断了M7墓葬墓主人的身份 就南京的这种砖石墓的排列 由左到右的 由右到左的 由上到下的 似乎都有可能 但是这里边起到核心作用的一定是招募制度 就是父子不能带同屑 然后不同辈分的 基本上是要分开 在不同的高度或者不同的一排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的话 7号目和1到4号目 是有一个前后排的差距的 7号目更靠前一点 很可能比1到4号目的辈分要低一级 专家们根据M7的葬位 推断出了M7墓主人 很可能就是张脉的子孙 但这座张脉子孙的墓葬 墓室长约5.8米 宽2.86米 高2.96米 还拥有一条长4.56米的斜坡墓道 规模比张脉墓还要大一些 为什么张脉的子孙将自己的墓葬 修建得比张脉的还要大呢 难道他的官阶或身份等级 比张脉还要高吗 带着这样的疑问 考古队员们清理了M7的墓室 其实M7墓室的结构和形质 和张脉墓葬墓室基本一致 但由于墓葬已经被盗 墓室内出土的文物并不多 在墓室内 考古队员们清理出了盘口壶 瓷碗 瓷冠等12件子季 其中一件盘口壶吸引了专家们的注意 它高约32厘米 口径15.6厘米 附近25.6厘米 右色轻绿 盘口外壁和肩部 是有三道弦纹 而作为六朝时期流行的器物 不同时期的盘口壶 形质也各不相同 专家们认为 M7墓葬出土的盘口壶 年代要比M1墓葬出土的盘口壶晚一些 7号墓出土的盘口壶 是冬季时期的典型器型 它与一号墓出土的盘口壶不同之处在于它的口部是有点彩 整体的器型偏瘦长 年代也比一号墓出土的要晚一些 很快考古队员又清理出了另一件盘口壶 这一只盘口壶的器型却和M1十分相似 也就是说M7墓葬中随葬了两只盘口壶 且两只盘口壶的形质分别指向了不同的年代 这两个盘口壶都是出土于后头山7号墓的 这两个盘口壶同样一个墓 但是风格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首先这个器型上面 这边那个就高瘦 这边那个就矮扁 然后这个细的数量也不一样 然后这个湿釉和这个胎的颜色也不一样 这个制作痕迹也不一样 这个说明什么呢 跟这个墓葬的其他的遗迹现象 结合在一起来看的话 这个盘口壶的时代是一个早一个晚 这个高瘦的明显要晚于这个矮扁的 为什么同一座墓葬中 会出现年代不同的两只盘口壶呢 在对墓室的发掘中 考古队员们发现 M7的棺床器件的十分宽大 几乎和墓室同宽 从棺床的大小判断 当然这里可能并排放置着两座棺木 果然 考古队员们很快在棺床位置 连续清理出了四件滑石珠 通常一个逝者会陪葬两件滑石珠 而这里出了四件滑石珠 说明M7的确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故此专家们认为 这两只年代特征不一样的盘口壶 很可能分别是夫妻二人的随葬品 仅仅是比较盘口壶的话 还是很难判断 谁特别早或者特别晚 所以相对来说 有可能是分两次随葬品放进去 专家们推测 两只年代不同的盘口壶 证明了M7墓葬的两位墓主人 是在不同时期分两次先后铸葬的 很快 考古队就在M7墓道上 发现了二次开挖的痕迹 第一次开挖墓道宽两米 第二次开挖墓道宽二点四米 这一发现证实了专家们的推测 我们从发掘现场看 墓7的墓道存在二次开挖的现象 第一次开挖宽约两米 第二次开挖宽约两点四米 因此我们判断 7号墓的墓主人是存在先后入葬的情况 但作为张脉的子孙 M7墓葬的墓主人选择的合葬方式 已经和M1迥然不同 张脉及其妻妾的墓葬 使用了故乡江夏郡的葬俗 同学义士来修建墓葬 但M7墓葬却选择了入乡随俗 选择了健康地区流行的同学同事行制 而专家们认为 因为不同葬属的原因 所以张脉子孙的墓葬 才会比张脉墓葬的规模要大一些 一到四号墓是一夫多妻合葬的方式 至少四个人的合葬 目前还没有其他的墓利 可以用一个墓室来完成这种合葬 所以他采取了这种四个分别的墓室的合葬形式 第二个也有可能是尊重他们家族的藏俗传统形成的 而七号墓就完全符合东径健康模式 就是夫妻合葬的这种形制 专家们认为 如果按照东径健康的同学同事合葬形式 用来营建M1和M2墓葬的墓砖 也足够修建成一座大墓 但出于遵循故乡葬俗的需要 建墓者选择用同样数量的墓砖 修建了两座小墓 而M7墓葬之所以比M1大 并不代表着墓主人的身份等级 只是营造方式不同的结果 M7的考古发现 为张脉家族墓背后的故事 增添了新的考古支撑 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这样的 张光张脉父子战死后不久 西境灭亡 时光流转的东晋时期 已经移居京城的张脉后人 接到了朝廷的赐葬与封赏 他远赴千里 将祖先的墓主牵丧到了 这块贝山临江的风水宝地 并趁此机会 也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墓葬 若干年后 这位后人也和妻子一起 长眠到了这处家族墓地中 而时隔千年之后 通过考古发现 这座家族墓的五座墓葬 终于重现世间 他们已跨越几十年的营造之谜 为我们讲述了年轻将领张脉 传奇而荣耀的家族命运 以六面印 金富瑶 金瓷器等上百件随葬品 为我们展现了 两进士族阶层 富庶而风雅的日常生活 这枚小巧的同志六面印 是墓主人张脉生前 贴身携带的私人印章 六面印之所以罕见 不仅因为它是身份等级的象征 更在于它的转刻工艺复杂 难度巨大 这枚六面印的印纹 修长秀美 树北的末端 多隐藏下垂 尖细如玄珍 所以这种转刻书体 被称为玄珍传 这个玄珍传是传书字体的一种 顾名思义 它在很多文字的向下垂的笔画 都像针一样悬着 这就是玄珍传 玄珍传既然是这个传书的一种 主要流行于汉晋时期 而且很可能主要是应用于这个印章上面 又为了印章上面的布局 而发明出来的一种字体 玄珍传 线条生动 美如工笔画 但却很难驾驭 特别是转刻在六面的印章上 要一笔而成 稍有闪失就会前功尽弃 所以这种六面印 在历史上转瞬起始 几乎只流行于风雅的六朝时期 这对华石猪也出土于M1牧藏 它们形质大小基本相同 每只长约8.5厘米 宽1.3厘米 高1.8厘米 在灰白色的华石条上 古代工匠们以精湛的刀工 简洁而传神地雕刻出了 两只敦伏的小猪 它们背部有棕毛 前端有鼻孔 双目圆征 双耳厚贴 四肢俯卧 栩栩如生 华石猪是玉石形态的一种 这与汉代以来的某种丧葬传统相关 人们相信此类玉石器 可以帮助墓主不朽实现用生 这只陶瓶鸡 由一条扁平的圆弧背 和三只修长的提形组组成 背长约59厘米 虽然造型简单 它却是古人日常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件小家具 也是最能体现 未尽生活方式的随葬品 这种瓶鸡的 它的形态是 上边呈圆弧状 下面安置有三只足 这种器物跟当时 人们的生活习惯 也是直接相关 与我们今天人的坐姿不同 当时人主要是采取了 跪坐的这种方式 长时间跪坐 身体会非常的辛苦 所以可以把平脊 放置在人的身体的前后 或者左右两侧 用胳膊支撑 然后实现得到 短暂的休息和放松 南北朝以后 椅子逐渐进入了 古人们的生活 席地而坐 变为了垂足高坐 平脊也就逐渐消失在了 历史的记忆中 这只出土于M1墓葬的 陶制驱平脊 却让我们仿佛看到了 墓主人包衣薄带 平脊弦坐的情形 体会到了 魏晋明士们特有的 嫌疑风度 这是出土于M2墓葬的 青瓷香炉 高约14厘米 上半部分是灌体炉身 下半部分是圆形成盘 成盘为平底尺口 口径约为14厘米 庐身四冠 圆口古腹 腹径约为12厘米 上面有着三层三角形的 镂空纹饰 专家们本以为 它和其他的青瓷器一样 都是随葬的名气 没想到 这只香炉里 却有着香灰的残留 也就是说 这只青瓷香炉 不是专用于陪葬的名气 而是被使用过的生活器皿 香炉是古人们用来熏香的器物 六朝时期 丝绸之路带来了大量海外香料 加之佛教 道教 都很盛行的社会思潮 使得当时的人们 十分痴迷于熏香 所带来的雅致与飘逸的精神感受 在香炉中添加香料 焚香 熏香 营造某种特殊的气氛 或者还可以熏制衣物等等 这种香炉的出土 其实也反映了在魏晋时期的一种社会风尚 以及当时贵族们的一种生活趣味和审美倾向 同样体现了魏晋古人的爱美之心等 还有出土于M3的珠沙粉末 它虽然已经结成了小块 但仍呈现出美练的珠红色 作为一种矿物原料 珠沙在古代的用途多种多样 绘制单青 制作印尼 上骰漆漆 甚至染色衣服都可以用到珠沙 但M3出土的这块珠沙 是做什么用途的呢 三号木出土的珠沙 它的用途我们认为是胭脂 为什么呢 因为在汉代以来 这个墓葬里边出土过类似的东西 保存的比较好的呢 还是会放在成放于这个精美的容器里 我们在这个三号木里边 发现这个胭脂的时候 也隐约可见 这个朽烂的木漆的痕迹 我们推测 这个珠沙也是成放于 很精美的这种小连河里边 腹粉湿珠 这句成语简要描述了 古代女子的化妆方法 先在面部敷上粉底 然后在占取珠沙做成的胭脂 运染于长珠 用来涂塞点唇 让女子面色红润 容颜名利 这些金氏出土于M2 M3墓葬 是两套金布窑的残片 专家们发现 当它们各自组合成完整的金布窑之后 不同的金氏之间存在着有趣的空间逻辑顺序 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布窑构建 它是按照一定的一个立体空间来规划的 我们看到这个有鸟代表着天空 有花代表着地面 还有鱼代表着地下 这跟六朝时期很多装饰文饰 是这个风格是相同的 而通过这些金氏 我们可以看出 六朝时期的金氏的制作 已经有了掐丝 镶嵌 焊坠金珠等高超而精巧的工艺 为隋藤之后 金氏制作工艺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晋时期的金氏工艺 在汉代的基础上有所精进 它主要包括有锤碟 战克 镂空 镶嵌 焊接等 尤其是金珠细工和镶嵌的结合 成为这一时期的显著特征 这两只长颈古腹的金坠 长约两厘米 表面以细密的金丝和金素粒 镶嵌缠绕成各种图案 在金坠腹部的六个圆圈内 仍可见红色镶嵌物的痕迹 专家们认为 圆圈里本来应该镶嵌着红色的宝石 这枚品字形的金氏 叫做三连圣 也是金木瑶的配件之一 这种圣又叫方圣 在汉代的时候经常出现在西王母的头上 是西王母的法式之一 那随着这种神仙信仰的圣形 那这种方圣文也越来越多的 开始出现在了很多场合 出现在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这枚东晋时期的三连圣 长约两厘米 宽约1.8厘米 通体镶嵌缠绕着细腻的金素粒 在品字形内 各有一支中空的扁球 扁球上是有一朵四瓣小花 尽管花瓣内镶嵌的宝石 已经脱落遗失 但仍可想见其令人惊叹的奢华工艺 这枚金扣直径为1.4厘米 高约0.6厘米 由两部分合扣而成 一部分为圆形的弧面 弧面上刻画着连贯的小圆圈和弧线 另一部分为腹形的圆底 底部是有牛鼻状的穿孔 虽然它轻盈小巧 却制作得一丝不苟 由此可见 古代工匠们的玲珑匠心 这只出土于M3木葬的鲸鱼和M2木葬的鲸鱼工艺相似 也在薄片上掐丝为轮廓 然后在边缘满是金素粒制作而成 但两只鲸鱼的大小形质却十分迥异 M2木葬的这只鲸鱼长3厘米 宽1.3厘米 身形纤细瘦长 而M3木葬的鲸鱼长则为1.8厘米 宽0.65厘米 是一只体型偏小却娇憨可爱的胖头鱼 专家们认为 这两只鲸鱼很可能出自不同工匠之手 即便是同一款金饰 在制作时 因为融入了工匠个人的审美偏好 所以有了不同的风格差异 在张麦家祖墓出土的所有布窑中 最引人瞩目的是这几只对鸟金士 它们均采用锤碟工艺制作而成 利用反复的锤打 将金饰变成薄薄的圆片 而不同圆片中的对鸟形质也各不相同 它们或昂首站立或展翅欲飞 语意清晰生动传神 曹植曾写过 头上金绝钗 腰配翠郎杆 金绝钗就是金雀钗 由此可见 佩戴鸟形头饰 是魏晋女子流传已久的风扇 唯一线记载 汉晋时期 这个命妇或者皇后 它们的金布瑶 上面的装饰叫八雀九花 我们二号墓出土的这个四枚 成一组 枚一枚上面有一对鸟 这样的话就正好印证了八雀 九花呢 可能就是九朵花或者九种花 那么我们这次出土就完全印证了文献中间的 对这个金布瑶的记载 那么这个布瑶上使用这种一对鸟 一对鸟的这种装饰 肯定寓意就是比较吉祥美好吧 M3出土的朱砂胭脂 M2出土的青磁香油 让我们感受到了魏晋时期的贵族们 对资荣之美的滋滋追求 而这些金饰品 则让我们看到了两孙金布瑶 当年的美伦美奂 朱玉刘光 也让我们看到了千年以前的工匠们 对工艺之美的精心创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发掘 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们 对后头山东径家族墓的考古发掘 终于全面落下帷幕 这处家族墓葬 最重要的墓主人 是一位叫做张脉的年轻将军 在西晋王朝崩溃之前 他曾和父兄们一起战死沙场 数十年后 站稳了脚跟的东晋皇族 对满门中烈的张脉家族 给予了迟到的追风和赏赐 于是张脉的子孙 将张脉及其妻妾们的灵鹫 迁到了南京后头山地区 重新后葬 这处刺葬的家族墓 共有五座墓葬 墓主人涉及到两代人 出土了金布瑶 六面印 青瓷器等各类文物 近百建 时隔一千七百多年后 我们仍能从这些丰厚珍惜的随葬品中 品读到传奇的家族故事 感受到纷乱的兵戈动荡 领略到风雅的世俗审美 欣赏到风流的民事气度 让我们仿佛再次回到了 繁华如梦的六潮烟水 感谢续